那随着又一个新角色 迪西亚宣布要进常住池之后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已经看出了端倪 以后动不动会有角色进常住池 势必将成为一个趋势 这样一来许多人推测 或者期待的三卡池 恐怕暂时也是没有希望了 不过本期的重点是要放在迪西亚的专舞上 现在米哈游就很奇怪 你的角色进常住了 那专舞呢 角色舍得给人歪 专舞不舍得是吧 可你辛辛苦苦设计出一把武器 这样不觉得浪费吗 言归正传 看看迪西亚的这把专舞 首先高贵的暴击率词条 抽到已经不亏了 副词条是加攻击力 两种情况下分别加20%攻击 最后在梅护盾时 生命值上限提高32% 看到这把武器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谁 对 卢老爷 因为同样加攻击 这把武器比狼墨强 毕竟狼墨那个被动 不是那么好触发的 然而这样一把武器 这次池子之后 再见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有些小伙伴可能觉得 以前也有武器不跟角色一起 独自插对镜池子的 但以前原神还没那么模式化 以后哪个角色会没专舞 能插的地方几乎没有 插艾贝多 说到他 接下来就盘点一下 其他几把 以后也可能绝版的武器 首先就是巴不得赶紧 绝版的盾系列 这个剑真的 下次复刻阿贝多的时候 可千万别上 妥妥的十之五位 其实可惜 你放私心的纺锤 大家绝对更满意 然后是蜈蚣 这把剑上一次 应该是跟林华一起上的 之后应该也没啥机会出现了 以前这些陪跑真的是 抽到就等于戴上了痛苦面具 对于我来说 最痛苦的就是这把锁了 我也不记得 怎么就抽了那么多把 看了就难受 主要演戏做的太弱 这些武器也抽到 大概率是落灰 绝版吧 希望各位以后再也不用看到他们 也别进常驻 常驻不稀罕好吧 当然有不好的武器 自然也有好的 首当其冲 就是过去经常被人提及的绿剑了 加高贵的暴击率 有很强的泛用性 让角色面板快速逼 可以说武器出来前 它就是很多专武的第一瓶剑 但是现在真的不好 说它能跟谁一起进石子了 感觉未来最近的几率 也是比较渺茫 最后一把 大家肯定也都猜到了 提纳里的猎人之境 这把武器是加暴击率的 而且有将元素精通 转化为伤害的效果 其实不错的 关键就是受制于一个重击 使得它一下就变得很专 但要说强度 确实能称得上是把好武器 那么以上六把 就是大家可能再也 见不到的五星专武了 之后可能还会不断增多 那么大家觉得 将来米哈游 会把这些武器加进常驻池吗 反正短时间来看 我个人觉得 不会那么良心的 对吧 谢谢观看